位于金山地区的虚空圣宝殿 近期盛逢十七周年殿慶 星辰四点聚集近百位信众 忙进忙出准备殿慶活动开始 五点一到 在助持简师兄带领下 一群信众参加升旗仪式 一路浩浩荡荡引其上升 获成终身古身相伴 显得格外庄严 疫情缓解期间 本次殿慶缩小规模 将绕境活动取消 减少群聚人数与机会 也以通知不邀请的方式 感谢有空谅解与祝贺 当天反电信众人数虽受疫情限制 但也因疫情关系 今年该以点灯祈福方式 邀请无法反电参与信众共募神恩 殿慶前进数百位信众热情报名参与 殿慶首日透过每一份书文 与仙佛心灵相通 相信善信大德可以感受到仙佛的庇佑与祝福 因为这次的疫情的关系 有些活动都取消了 这次宫庆祈福着我们国泰民安 也祈福着我们额家平安 这次的减电器 虽然很简单 但是我们有做基础的动作就是 我们点灯 基础 台湾报道主宰 我们各国可以人民佩生 可以更加安逻 不要让我们这个疫情一直在扩散 我们上昌有的旨意 希望我们从农历9月9号到农历10月15号 为台湾为世界祈福预计 行走东部 南部 回到我们北部 预计到走1300多公里 让我们台湾与世界都能够划解这个灾难 为期连续三天电庆 依循鼓礼邀请戏团演出 中午服夜也改以外汇自助餐方式呈现 不但信众吃得津津有味 轻松自在的饮食方式 获得在场许多信众称许 反电信众依旧热情参与卢主职交 在各路财神与新卢主结缘下 相信可以带来更多财气 因为我们家这样子跟着仙佛这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觉得天王慈悲 然后师兄师姐们的鼓励之下 让我们家有越来越顺利 然后我的工作 或者是我的人际关系方面 好像有很多都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那让我觉得说就是信仰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我们虚空圣宝店多走走 来了也四五年有了 然后我觉得大家都蛮亲切的 那如果有什么生活上 工作上 比较不如意的地方 可以来这边 给师兄或是这个神明 祈祷 拜拜 排忧解惑都可以 效果还不错 定性结束后随即展开武教合一法会 希望在疫情期间 能够透过各宗教力量带来安定 而接下来警戒的年度普渡法会 已开始受礼登记 在先佛指示下 农历九月更要行脚全台湾 将先佛的慈悲 能够带给众生更多庇佑 欢迎全省公庙热情参与行脚活动 以上新闻由虚公圣宝店管理委员会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